记者陈玉富台北报道,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将在今年8月成立,内政部今日不误会报通过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董事监视利益回避准则等四项子法。 内政部指出,未来住都中心将以专业化、制度化、透明化方式,执行管理社会住宅,办理政府主导都更爱业务。 内政部表示,住都中心扮演统筹规划角色,正和公司部门力量,透过政府与民间企业、非政府组织、非盈利团体合作关系,共同推动都市更新和社会住宅。 内政部提及,住都中心不仅具备行政法人的弹性,也追求绩效导向,为确保住都中心以专业化、透明化方式营运,特别依据住都中心设置条例授权领定。 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董事监视利益回避准则,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绩效评件办法,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公有不动产管理使用收益办法,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申请户籍及土地登记资料办法四项子法,以力推动入都中心成立。 内政部强调,为了防止利益资讯,新顶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董事监视利益回避准则,住都中心董事,监视不得假借职务上的权利、机会或方法,图谋本人或关系人之利益。 董事,监视支配偶及其三心党里内血亲、姻亲,不得担任本中心纵物、会计及人事职务。 董事长不得尽用其配偶及三心党里内血亲、姻亲,担任本中心职务。 此外,为促使住都中心更具营运效益,新顶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绩效评鉴办法,内政部应设计效评鉴会,评鉴住都中心绩效,绩效评鉴可分为自评、负评和定三阶段。 评鉴结果将作为和拨住都中心经费、捐补助、基金提拨的餐具。 内政部指出,为提升政府主导都市更新的效能,住都中心除受托管理社会住宅外,也会办理都市更新相关业务,以促进大面积公有土地资产活化与运用,并提供产业发展契机,兼顾都市竞争能力提升与社会住宅供给。